这里是布丹王国 它是中国国土面积最小的邻居 人口也是最少的一个 为什么直到今天 布丹还没有正式跟中国建交 为什么这样一个信仰藏传佛教的国家 在上世纪90年代 却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造成了当时最大的难民潮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整个布丹王国就好像是坐在一个 超级巨大的水力发电的电池上 它的水力资源极其的丰富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龙之果布丹 布丹位于中国西藏的东南部 和中国的藏南以及印度的西金邦 仅仅相邻 它的地理位置极其的特殊 从平面地图上看 布丹和中国西藏的首府拉萨 距离非常近 大概也就是100多公里 但是如果你从真实的地形图上看 你就知道在中国西藏和布丹之间 高高耸立的群山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要想从中国西藏到布丹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要经过曾经的西金王国 另外一条就是绕到中国藏南 从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部进入布丹 布丹北部绝大多数国土都是高高耸立的雪山 平均的海拔高度在6000和7000米之间 也就是这些雪山让布丹在历史上成为一个相对西藏来讲是非常神秘的地方 在藏语里面我们称他们为龙之国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西藏观察布丹王国 它永远都是在云雾寥寥之中 在这里经常形成闪电暴风雨 就好像是龙出没的地方一样 在历史上这里就是西藏那些不得适的贵族 或者跟西藏政府有矛盾的人所逃往的地方 因为一旦逃到了这里 西藏政府的势力就很难介入 所以从公元八世纪开始 就有大批的藏族在这里生存 而且相对西藏的自然环境来讲 这里可以说是江南水乡 很多藏人来到这里就不愿意回去了 12世纪后藏传佛教里面的嘎巨派在这里不断的传播 形成了相当大的势力 直到1616年 当时西藏嘎巨派的领袖之一阿汪南接 因为在教派之争 失利也来到了这里 他用30年的时间统一了布丹的各部族 统一了布丹的语言 统一了布丹的文字 使得藏语和藏传佛教成为了布丹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到1730年的时候 经过清政府的同意 布丹正式成为了西藏的保护国 从那时候开始 布丹的历任国王都受到了清朝政府的册封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大英帝国来到了布丹的门前 18世纪初期的时候 英国已经控制了印度的绝大多份地方 从地图上我们看到 曾经的西金王国正好处在 从印度到西藏的交通线路之上 英国在打通了这条交通线以后 发现这条交通线经常受到来自布丹王国的威胁 那么在1772年的时候 英国正式开始入侵布丹 在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抗争之后 英国强迫布丹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并且废除了当时的国王 从1910年开始 布丹正式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所有的军事和外交都受英国的指导 从这一段历史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布丹的这个国家的民族性 他从1770年开始 一直到1907年 国王正式被废 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 布丹作为一个这么小的国家 一直在跟英国做斗争 在当时被大英帝国 垢扫的全球来看 这样一个国家和这样一个民族 真的是很特殊 也就是这个民族性一直到今天都让布丹 能够保持独立自主 因为在大英帝国撤出印度以后 印度也就接替了英国 在所有南亚次大陆的势力 同样印度也来到了布丹的门前 就像吞并西进一样 印度也想使用同样的方法 吞并布丹 但是这一次他没有成功 就像对付西进一样 印度同样使布丹成为自己的保护国 所有的外交和军事都由印度一手打理 布丹必须通过印度的同意 才可以和任何一个国家 进行外交和军事的接触 也像对付西进一样 印度甚至说英国 从殖民时代开始 就大量的向布丹移民 大量的印度教徒 从尼泊尔和印度境内 被强行移民到布丹境内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 布丹的总人口大概是在50万左右 其中有将近15万的人口 是信仰印度教的尼泊尔人 也像西进一样 这些信仰印度教的尼泊尔移民 在印度势力的支持下 开始挑战西进的政治体制 那么当时现代西进的第三任国王 也就是现任国王的父亲 就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是不是也像西进一样 开始实行民主议会制 而最终因为民主议会制 因为国内大量的印度教徒 从而最终被印度吞并呢 那么当时的国王选择 对这股势力说不 也就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 现代布丹的第三任国王 开始在布丹全境推行 布丹人 布丹化 在整个的布丹化过程当中 布丹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 开始限制这些信仰印度教的 尼泊尔人的一切权利 甚至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 把他们从布丹的国土上赶了出去 在当时只有50万人口的布丹呢 布丹政府强行向布丹境外 驱赶了将近10万尼泊尔人 这造成了在当时国际上最大的一次人道主义危机 布丹政府的这种行为呢 也在联合国被集体谴责 这十几万难民的绝大部分 在难民营里面度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 直到2010年的时候 他们才开始被一些国家所接受 因为他们的母国 尼泊尔和印度呢 也不希望他们回去 当然如果你自己是这些难民当中的一员呢 你的生活是确实是非常悲惨的 但是如果你要从布丹 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角度出发呢 这样一个过程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从英国殖民时代开始 大量的信仰印度教的移民进入布丹以后 他们不信仰藏传佛教 他们不说藏语 所以在布丹 他们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和政治团体 可以说他们和布丹的整个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信仰 是完全不融入的 那么如果发生在西津的民主政治运动成功了的话呢 布丹极有可能也像西津一样 被民主的投票选择加入印度 那么当时的布丹国王做出了这个艰难的选择 他确实保持了布丹的独立 尤其是保住了布丹 作为一个藏传佛教 以及藏存文化的分支的这种独立的纯净性 现在如果你去布丹呢 藏传佛教绝对是他的主流的信仰 印度教呢 只是占很小很小的部分 和西津呢 非常的不一样 如果你现在去西津呢 藏传佛教的影响呢 几乎微乎其微 而绝大部分都是印度教的影响 我对一个藏族 其实很庆幸 布丹当初他做了这个选择 能够保持这个非常独特的藏传佛教的分支 在布丹呢 持续的发展 当然这些难民所得到的待遇呢 确实是不公平的 在完成了这个布丹化的过程以后呢 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信仰藏传佛教的布丹人 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布丹的王室开始推行民主化 布丹现在的政治体制呢 是君主立宪 国王主动的把所有的国家的管理的权利和国家的运行权利呢 交给议会 布丹的国王现在在布丹 更加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而已 那我们说了布丹的地理 以及他的政治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 那么所有的这些呢 都需要经济的支持 布丹这个国家到底靠什么来赚钱呢 当你提到布丹这两个名字的时候 在你脑海中显现的就是漂浮的经番 以及在悬崖上的藏传佛教的寺庙 这个国家把自己已经完全包装成为一个旅游目的地 而且布丹呢 从上到下所有的服务行业都是以服务游客为目的的 并且布丹呢 严格限制每年游客进入布丹的数量 这也保证了他们的服务质量 以及他们这个旅游资源的期缺性 他们在这方面呢 是非常非常聪明的 而且因为藏传佛教的巨大影响呢 布丹的国民从内心来讲 绝大多数国民过得都是非常开心的 我不能说他们过得非常的富足 但是他们总体上来讲应该是很幸福的 因为这个国家全民医疗 全民教育都是免费的 都由政府来负担 政府GDP的有很大部分呢 是来承担了布丹的医疗和教育 这确实会让很多国家的人呢 非常的羡慕 那么他的旅游收入 到底能不能够保证这个国家的持续发展呢 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布丹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资源 那就是水利发电资源 布丹的面积虽然只有38万平方公里 但是就是在这一个跟台湾面积差不多的国土上呢 分布着非常丰富的水利资源 布丹的北部呢 高高耸立着6000到7000米的雪山 这些雪山上面的溶雪 以及每年季风所带来的大量降雨 在布丹的全境呢 形成了大大小小不同的河流 而这些河流所蕴藏的水利资源极其丰富 布丹这个国家在2016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达到了100%的全民电力覆盖 所有的布丹人呢都可以使用电力 绝大多数生活在中国或者发达国家的人来讲呢 这没有什么 但是如果你看一看布丹的邻居 印度直到今天 印度的电力覆盖都没有达到100% 因为布丹总体来讲呢 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它的人均GDP只有3400美金左右 在3400美金这个国家的档次上 它能够达到100%的电力使用率呢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据 恰恰是因为布丹的这个地形和地貌呢 给布丹未来的发展呢 带来了非常大的潜力 现在你所看到的呢 就是布丹全境可以建水电站的地方 而且都是大型水电站 布丹南北的宽度大概在130公里左右 在这130公里的距离上呢 海拔高度从六七千米 骤降到100米左右 100多公里的范围之内 有六七千米的落差 这样的水利资源的丰富程度呢 只有中国的横断山脉 可以与之媲美 那么在这张图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在布丹 可以建设水电站的电值 其中的绝大多数都还在 勘测和研究阶段 现在布丹所输出的水电 所产生的利润 大概占到了布丹政府 60%以上的收入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比例 而且在未来 这个数字还会呈现 几何几数的增长 布丹全性所蕴藏的 可使用的水利资源 大概在30几瓦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中国的三峡水电站 所满载发出的所有电量 大概是32几瓦 也就是说布丹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 所能够发出的电量 就跟中国三峡大坝 所发出的电量几乎是一样的 它就好像坐落在一块 巨大的绿色的水利发电的电池上 能够向外不断的输出 清洁干净的能源 而现在布丹仅仅使用了 其中的10% 就已经产生了70%的国家收入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未来布丹靠水利发电 这一项能够产生的经济收入 有多么的巨大 而且我感觉布丹政府 也确实知道 这是他们未来所发展的方向之一 2021年10月的时候 和中国政府签订了 关于双方边界的备忘录 这也是布丹政府正式和中国政府 第一次签署这样的协约 布丹政府应该已经开始 准备和中国政府建立正式的 买交关系 如果在未来 布丹能够利用中国的基础建设能力 开发自己国家的水利发电 把这些水利发电的电量 完全释放出来 这对这个国家来讲 真的是不可限量 同时可能也能为印度的节能减排 做出巨大的贡献 而印度本身现在 就是布丹发电量最大的购买者 像这对印度来讲 确实是一个巨大的福音 在中国的帮助下 修建的水利设施 能够给布丹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都带来巨大的利益 这确实可以看作一个邻国之间和平发展的美好合作项目 今天我和大家聊了聊 布丹同样是藏族所建立的西金王国最后被印度吞并 而布丹王国直到现在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其中确实有地缘政治的影响 地理的位置和结构影响了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和走向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民族性 尤其是这个国家精英阶层的指导思想影响了这两个国家的走向 布丹已经开始向中国伸出橄榄枝 我相信在未来中国和布丹能够建立非常好的关系 我知道布丹所发出的巨大电力不仅仅可以提供给印度 同样也可以提供给中国的西藏 来推动西藏的现代化发展 真心希望布丹这个小小的王国 能够牢牢地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手中 能够把这个独特的藏传文化的分支继续发展下去 并且在未来开花结果 真心的祝福布丹一路走好 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见